深恨区在13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汽车失控 冲撞路边公车停靠站的车祸意外 造成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经过抢救之后暂时脱离险境 警方表示开车肇事的罗姓男子 九侧值为零 但究竟为何会发生汽车暴冲 还要等待后续调查 深恨区13号晚间8点多 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路人的车祸事故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两位路人在路边等候公车 另一名路人则正好牵着脚踏车经过 突然一辆银色轿车直冲撞飞了三人 惊悚的场面让一旁逃过一劫的女子吓到乌嘴 警察为驾驶人罗南驾驶自小客车 自北深入山段192巷口 右转往台北方向时 因不明原因车辆暴冲 自对向公车停靠站 撞伤三名行人而造势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根据了解这起汽车冲撞意外 驾驶人是69岁的罗姓男子 行经北深入山段192巷巷口时 不明原因冲撞到对向公车停靠站 直接撞倒在路边的三位路人 就连一旁的机车也遭到波及 而其中22岁康姓男子伤势严重 经抢救之后目前已恢复生命迹象 警方针对肇事罗南进行酒册 酒册值为零 详细的车祸发生原因 还有待后续里情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